我們看FED主席葉倫 其實他就像金融市場的總教練一樣 在包括了過去一段 不管在國會聽證 還是在講座的演講 還是在利率會議的召開 甚至在記者會的一個解讀 似乎丟出了非常多的暗號 給金融市場來做一些不同的解讀 所以到底在這一次 升息之後 尤其是會後的記者會 葉倫丟出什麼樣的暗號 改變了什麼樣的立場 跟川普新總統又出現什麼樣的矛盾 跟合作關係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狂島暗號 當然暗號之前是先出牌了 FED把聯邦基金的利率 提高了25個基準點 從原來的0.25到0.5 拉高到0.5到0.75 而且這一次是所有委員一致通過 那最重要的是在會後記者會當中 非常多人 關心川普當選新總統 會不會影響到FED的獨立經營跟獨立操作 另外對於川普所進行的 未來的財政刺激跟擴張計畫 那貨幣當局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請教葉倫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升息的動作 在昨天的會議的發布會當中 這個新聞稿主要是說 自從FOMC11月會議之後 勞工市場持續轉強 就業成長穩固 失業下降 而且家庭支出溫和上升 那從今年以來通膨有所上升 我們看昨天美國公布了 這個PPI 這生產的物價指數更是大幅度的飆高 所以委員會預期在貨幣政策 緩慢調整的情況之下 要進行升息的動作 那也預期通貨膨脹率 很快就會回到2% 那聯邦接種地率 只能用緩慢上升的情況進展 那未來可能仍然會低於市場的預期一段時間 可是實際的走勢 將是公布的數據而定 好 這話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突破 那我們主要用色塊框出來是 它跟上一次11月會議 有所差異的一個講法的變化 就是變得對於經濟更樂觀 對於市場更樂觀 對於整個通膨 所保持的相當大的一個信心 那另外我們就要觀察記者會的一個發展 因為在公布升息之後 當然記者會問非常多 因為觀眾朋友 過去幾年為什麼景氣不好 像歐洲的失敗 就是一邊做貨幣擴張 可是一邊做財政尊潔 也就是財政緊縮 貨幣擴張的錢 無法透過有效需求的拉動 來創造經濟成長跟就業復甦 凡使了貨幣擴張的錢 往金融市場 往房地產 來做一個推升跟做一個推擠 所以我們只看到了股市的泡沫 房地產攀出 可是看不到就業回升 台北股市為例 直數還在9300 後面有9300 感覺是百業繁榮 然後這個雞犬升天 歌舞升平 有嗎 有嗎 沒有 因為這是一個貨幣現象 所以事實上 寬鬆的貨幣碰到一個緊縮的財政 註定歐洲歐債的危機的爆發 也注意失敗 可是我們看到美國也是一樣 可是現在貨幣要緊縮 財政要擴張 那問題又來了 為什麼 錢太多沒地方去 所以自然價格泡沫 現在是錢沒了 可是這邊要花錢 那會發生什麼樣 新的一個轉折 我們要特別留意 所以我們看到 除了政治性格 葉倫代表的民主黨 提名的一個FED主席 新任的總統是共和黨的 基因派 保守派的川普 那本身在政治立場 跟政治傾向 就有左右極端的差距 那更重要是一個要財政擴張 卻碰到一個貨幣要緊縮的 FED主席 所以問題大了 那記者當然很會 就說請問川普 所以第一個先公布 明年預期升級三次 然後經濟過熱 還是川普有關 記者提問 因為按照這個點證圖的一個分析 明年要升級三次 本來預期兩次 變三次 那是不是跟川普有關 還是景氣過熱 是景氣太熱了 所以要趕快升級 還是要給川普穿小鞋 讓他的財政擴張 沒有貨幣政策的支持 好 第一個 他就講 你們不要一直問我川普好不好 主要是有些委員調整預期 並非全部委員認為要升三次 所以他回避問題 推給那些委員 那我的幕僚 已經有人接觸過川普團隊 我本人還沒有 好 這回答問題 就不要再問川普了 我回答了嘛 好 第二個問題 又問川普了 說FOAMC本次會議 是否有討論過 川普上任之後 未來你還會繼續擔任主席嗎 那他有提到 他會把任期做滿 做到保 那新政府在決策上的不確定性 確實存在 那是否能夠擔任主席 是未來決定的事情 所以還是問他川普 我們再看到記者會 大家從頭到尾都是問他 川普的事情 所以一直問川普 所以他講提到高壓經濟 什麼問題 10月份 就是上一次11月 再往前是10月份 他曾提到 聯準會可能表示過 經濟需要一段高壓經濟 什麼叫高壓經濟 就容許物價漲快一點點 讓這個物價的推升 看能不能刺激到 邊際消費的傾向 跟邊際投資的傾向 那說 這次怎麼沒有高壓經濟 美國完全復原了嗎 那他怎麼講 他說上次我是疑問句 我不是肯定句 觀眾朋友 馬上轉折 上次不是說高壓經濟嗎 因為高壓經濟 觀眾朋友 原物料股噴出 因為高壓經濟 石油類股大漲 因為高壓經濟 全球原物料爆價 大幅走深 可是昨天晚上 第一個重點 其實很多記者觀察就是 他所指的高壓經濟 他原來只是個疑問句 並沒有說 一定要高壓經濟 所以他出現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轉折 好 大概我們就要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 從FED 這個昨天的決策 但符合預期 但幾個變數 第一個是升息 本來預估兩次 可是從FED委員傾向的 點證圖 看出來有三次升息的機會 比市場預期多一次 另外對於市場影響最大就是 本來認為FED是相對的割派 就是容許通膨的擴散跟發酵 可是似乎從昨天葉倫的 會後記者會否定這一點 就代表 這個FED開始往鷹派做轉向 從量化 從磁化 都看到葉倫的轉向 可是葉倫對川普的財政擴張 似乎不太給予信心 甚至政策上的支持 你們觀察 好 這個FED 這個葉倫昨天的升息 其實基本上是選後馬上升息 其實符合我們之前 4月份有拿過一張圖卡 4月份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11月的選舉之前升息 都是假議題 我記得那時候 世光哥還跟我說賭這麼大 就真的他是選後第一次會議 馬上升息 那其實剛剛 世光哥講到一個重點 現在是葉倫跟川普的衝突點 越來越擴大 因為選前的時候 川普直接說葉倫的低利率 是要幫希拉蕊助選 他就講明了 我覺得川普覺得葉倫 就是個討厭鬼 你就是要幫對方助選 而且他用字非常的狠 他說葉倫是非常政治的一個人物 而且他希望透過低利率 把未來就下一次的衰退 給這個下一任政府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接任之後 等於說川普在選舉過程當中 他希望是可以升息的 但是葉倫就不升不升不升 到選後之後一升 他覺得這個爛攤子 可能就是要留給這個川普 美國的資產價格泡沫 想把它戳破留給川普來散後 對 沒有錯 那我們剛剛提到葉倫這一次 他為什麼這麼勇敢 敢跟這個川普對抗 選前不升息 選後馬上升息給你看 讓你這個財政擴張的 這個財政政策穿小鞋 我們先看一下葉倫的過去 葉倫呢 這個是他高中時候的照片 是 葉倫在高中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 成績非常好的學生 沒錯 那他也是學校校刊的 這個總編輯 這個有沒有 Editor in Chef 就是校刊的總編輯 是 那因為呢 這個學校高中畢業的時候 要選一個這個支持代表 就是成績最好的人 對 就這個人是誰 就是葉倫本身 就變成葉倫他自己要訪問他自己 校刊的 主編 要去訪問那個支持代表 結果他自己又是支持代表 對 所以他自己訪問自己 然後在裡面的文章 他提到說 他提到他自己 他認為他是一個多才多藝 有吸引力 而且頗具天賦的高中生 所以他對他自己是非常的致富 好噁心 自己幫自己寫 這個 對 這沒有辦法 因為自己訪問自己 對 那重點是這篇文章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現在去布魯克 美國布魯克林的公共圖書館裡面 是 這篇文章還收藏在裡面 對 那另外一個 這個是葉倫 葉倫在這個國會的時候 他有一個好朋友 叫做安德魯羅斯 這個人是誰 他是葉倫在伯克萊 這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裡面 那時候當教授的一個同事 對 那時候在1989年的時候 其實加州發生一個大地震 對 非常非常的大 死了蠻多人的 對 那時候葉倫跟這個羅斯先生 兩個人都在六樓的 這個教學大樓裡面 咬得非常可怕 然後這個羅斯先生 很快就衝到門口 因為他非常緊張 他認為他人生 有生治年最後見到的人 其實就是葉倫 因為地震太大了 對 結果呢 後來地震之後沒事 那葉倫從頭到尾 都在原本的位置 完全動都不動 是 所以當下他就認為 葉倫這個人是可以抗高壓的一個人 所以未來他要做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情都一定會成功 不是葉倫很矮 他腿短 跑也跑不下去去 有可能是這個卡馬等等 都有可能 但重點是 那時候他認為葉倫是可以承受高壓 所以為什麼葉倫這一次敢升級 因為他在他同事看來 他就是一個會呈大器的人 而且葉倫的這個做過的職位 是一帆風順 他從這個FED的理事 還包括總統的經濟顧問的主席 然後還包括像OECD的經濟政策的主席 包括旧七三分行的主席 甚至FED的副主席 到現在的主席 他一路以來 其實他就是個好學生 他的這個官場非常非常的順遂 所以被川普說他是個討人厭的人 川普就算是個壞學生 對 所以其實葉倫一直 我覺得他那種好學生被批評 他一定會耿耿於懷 所以我覺得他會展開報復行動 所以說很妙 因為川普算是市場派 因為川普是個企業家 可是葉倫算是一個學院派 所以事實上現麻煩 就是美國最重要的 兩個領導人 一個是學院派的最優秀代表 一個是市場派 身經三次破產 能夠重新倒而復生的 美國總統 川普 這兩個衝突很大 因為官方你要把一個學院派 跟市場派擺在一起 其實難度是非常高的 又就是不同的政治傾向 更重要來說 不同的信仰的背景組織 這是個很大的衝突矛盾 對 沒有錯 而且川普你知道嗎 他其實年輕時候寫過一本書 叫做《交易的藝術》 其實裡面就只有一句精華 就是擠壓擠壓 再擠壓 或施壓 施壓 再施壓 他是非常會談判的人 對 那他今天最大新聞是幹嘛 他是跟這個科技大佬做會面 對 川普你知道跟這些科技大佬講什麼 他說 他說 You have to like me 就是說選前你再怎麼樣不喜歡我 然後叫你把這個製造業拉回美國 你再怎麼不喜歡 現在我是總統 你必須 必須喜歡我 所以川普是一個非常會談判的人 所以說一個非常會談判的人 對上一個這個自視甚高的學院派 我覺得未來非常有好戲可以看 但現在回到重點 川普他到底心態裡面 他到底想要升級還是不升級 對 其實以現在來看 我們上次提到 川普就是減稅跟基礎建設 對 那基礎建設現在的資金缺口 高達1.4兆美元 對 所以升息來講 對於川普來講 存資是有麻煩的 對 這個融資成本是不斷的增加 而且川普一再的打擊人民幣貶值 如果我升息的話 這個美元走向 人民幣又再貶 這邊他沒有辦法 沒有立場去說你人民幣為什麼要貶 所以從債券上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的QE快要結束 已經結束 那葉倫說慢慢會消減 然後另外是利率升高 所以對於川普的財政刺激 光是成本跟籌資就有很大的壓力 加上一升息 像美元今天超強的 又創新高 人民幣當然就貶值 所以葉倫對於中國的責難跟指責 又少了一點底氣跟口氣 對 沒有錯 所以現在你要判斷川普要不要升 我覺得真的 總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如果他要升息的話 就遇到我們剛剛講的問題 但是不升息也許會有通膨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兩難 但是這還不是他最大的隱憂 我覺得他一個隱憂也很可怕 是 這個其實之前萬明哥最早講的 萬明哥雖然很久沒有來 萬明哥最早講說川普有可能會被暗殺 對 那我這邊就follow一下統計 美國總統平均每20年會被暗殺一次 對 從1835年以來這個捷克遜 他被這個好像被暗殺 但是沒有成功 所以他是安 安就代表他沒有 活著 對還活著 1835年開始的捷克遜 到1865年的林肯 過來的加菲爾德 然後麥金萊 然後羅斯福也有被暗殺過 杜魯門 甘乃迪 甘乃迪當然就是過世了 被槍殺身亡 然後這個福特到雷根 雷根是受傷 你看123456789 從1895年到今年2016年 剛好是181年 181年發生9次 所以平均20年會發生一次 那上一次是在1981年 距離現在已經36年了 所以現在進入了這個 美國如果這種循環來講的話 總統被刺殺的機率 非常高的一個恐怖的平衡點 而且川普不斷的跟ISIS宣戰 這很有可能會發生 而且常常刺激一些 美國的一些極端分子 他講話非常兇 這隨時都可能會出問題 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 跡象顯示 我最近在看了一個 收視率非常非常高的 美國這個連續劇 他叫做什麼 叫做Designing Survivor 簡單講就是指定性存者 什麼意思 其實美國總統 在過去要發表國興質問的時候 總統 副總統 國會領袖 內閣成員全部會到齊對不對 萬一這邊發生炸彈爆炸怎麼辦 全部人都死光了 所以按照慣例 他們會故意安排 有一名內閣成員故意缺席 萬一這些人全部死掉的話 就由他來當總統 代理 對 對 代理 所以這一部戲講的 就是真的事情發生了 全部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這一個人 他是管理這個 住房跟城市發展部的部長 由他來突然來接總統 而且最好笑是他在劇情裡面 他前一天才準備被總統要 file掉 file掉內閣的這個位置 沒想到馬上接任總統 但重點是 我覺得觀眾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這個收視率非常的高 也反映出現在美國的漁情 這個好像有這種味道出來 就大家這種事情很討厭 因為大家都期待期待 每個人都戀利 不知不覺期待 你想3億人口 美國人 甚至超過地球上有13億人口 都在不是反討厭川普問題 大家都覺得川普會被暗殺 這個13億人的戀利 念下去 搞不好真的會被暗殺 對啊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美國最後股市的走勢 我上次有跟大家講說 升息之後是美國股市的國王新一 我那時候是這樣講 那時候因為2008 金融海嘯的情況 那華爾街把這個 這個房貸的泡沫的危機外銷出去 那現在透過升息 把很多的資金拉回來 拉回來會不會變成接盤俠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 因為這個葉倫之前 在去年12月升息 讓美股崩盤 崩盤的情況之下 說真的 為了選舉行情 先崩再拉 這比較簡單 所以多頭 這個美國多頭走了一整年 但現在又在這個最高點的時候 就相對歷史高點的時候 又來升息的時候 而且我們上次一直在討論 這邊爆量真的很奇怪 到昨天大跌 天啊 這量又爆更大 所以你要想說 這邊到底是接盤俠 已經要走了 還是說華爾街 因為我們知道 川普這一次的內閣 不是滿天心 就是都是華爾街的人 所以華爾街的人 從來不會受傷 我覺得他把這個國立資金 拉回去美國來買 美元資產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在這邊爆個量之後 有可能做反轉 我覺得官朋友 還是要照做一個小鮮 好 我們看到 特別是這幾年美國股市爆量 我們要做到觀察 還是一個問題 台北股市假如明天上1萬點 請問你是買還是賣 就是我現在都不買 上了1萬點開始買 官朋友你會這樣嗎 還是不管現在有沒有股票 有多還是有少 明天假如上1萬點 你考慮了會不會是調節或獲利出場 同樣的 美國股市假2萬點增加 這2萬點可能會到 可能不會到 可是到之後 你認為全球投資美股的人 是開始加碼 還是開始減碼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不用知識 用嘗試去思考2萬點的意義跟存在 所以我們來觀察 這個從昨天晚上的加息動作之後 我們看到FED的動作就即刻了 從12月13號14號 就是這兩天 昨天跟前天的會議之後 FMSE立刻透過它的 公開市場交易平台 把公開市場操作的利率 拉高到0.5% 特別包括像隔夜的 賦買回協議 也就是目前美國利率的地板價 就是0.5% 我們要從一個圖做觀察 為什麼叫做0.5%到0.75% 是一個range的概念 因為主要它是靠兩個利率 來做一個上下線的限制 那底線就是隔夜賦買回協議 因為時間期非常短 而且具有抵押品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風險極低 所以是0.5 就是你拿這個東西 簡單來講 跟央行進行貼線 用賦買回協議 來借一天over night的錢 是0.5% 另外是超額準備金 提留在FED 因為銀行都要提煉的準備金 給予0.75%的利息報酬 就是這兩個利息 由0.25%到0.5% 現在升高到0.5%到0.75% 所以透過兩個極短期的一個貨幣的一個報酬率 來影響市場上利率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就要觀察 因為現在有三條利率曲線的 利率的一個路徑曲線圖 那我們看第一條是 現在市場預期的就是要實測線 這條線 這是實線 這實線什麼意思就是 利率期貨市場所反映的預期架構 另外一個是九月會議 當時九月會議相對比較鷹派 是這條灰色的虛線 換一條顏色 灰色的虛線是這條線 但在昨天晚上開完會之後 全新的角度出來是變成綠色這條線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美國的升息路徑 開始出現急速的變抖 這個中間的差距就跟長期 包括從2019年2020年會有升息的壓力 我們再往下看 從聯準會的點證圖 什麼叫點證圖 就是10多位的FED的 具有投票權的理監事 或相關的代表 他們對於他們未來利率的一個表態 那FED會做出個點證圖 譬如說 楊世光是這個FED的 某分行理事就有投票權 我預估2018年利率是幾% 我就認為說3%就一個點 大K是另外的常任理事 他認為2018年利率很低 可能只有2% 所以就一個點 所以這個點證圖是這樣來的 就是每個點每個點發展 那之前我們公開來看 這怎麼看 這是一個陣型 你想它是一個排隊陣型 像之前的一戳 全部卡在這邊 這一戳代表大家有共識 那另外也是攻擊隊形 尤其是升息是攻擊隊形 就是這個尖子強不強 像2017年我們看 從6月跟9月 其實6月份的時候其實相當強 基本上這個隊形是有往上升息的壓力 到了這一次到9月的時候 它反而被退回來 可是目前我們觀察到 只要我們拉過來到12月份 這是6月9月 這是12月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升息的點證圖 普遍是出現往上移的發展 所以我們再往下做一個觀察 從昨天晚上 美國國債的殖利率結構當中 就出現了另外一個突破現象 所以昨天我們問蔡先生老師 美元怎麼看 事實上昨天美元在公佈完升息之後 是出現了突破性的大漲 同樣的國債利率 像5年期的國債 刷新了7年新高 這已經來到1.279 兩年期對不起 兩年期的美國國債殖利率 已經來到1.279 假如我們是10年國債殖利率 是創下2年新高 更是已經來到2.585 關不然2.585 那從30年國債 也是創下一年半新高 來到了3.197 那昨天晚上最特別的是 短年期漲的比長年期多 各位要注意到 所以整個持育曲線變平了 持育曲線我們就要回來看這張圖 持育曲線通常是一個突性的圖 通常這個突性越強 對於景氣擴張跟通膨有越多期待 假如這個突性比較緩的話 代表它是一個無復甦的通膨膨脹 或相對是通縮壓力 所以從昨天升息完之後 其實利率市場的反應 是對於美國景氣變得保守 不確定升高加上貨幣景速的概念 使得利率出現新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就回來觀察了 我們進廣告之間提醒關門三個重點 這一波利率大談 利率大談 利率大談 有兩大原因 市場上第一種解讀是FED的升息 升息當然導致國債走高 第二種解讀是川普會擴大財政支出 所以使得債券的供給跟需求出現改變 也會往上漲 所以其實到目前為止 華爾街的解讀就是這一波漲 到底是因為FED要升息 還是川普要擴大財政支出 不知道 這兩個都有可能性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因為市場只告訴我們漲 到底是這個原因漲多一點 還是川普的原因漲多一點 市場上都是這種解讀 可是我跟觀察講 我們現在丟出第三個解讀 因為利率走高 代表債券大跌 觀察有第三種解讀是中文 最終於解讀方案 發現我們有用文化的供應 很多英文化的供應 我們下部電動 解讀 beh自衛 我們下部電動